大家好,我是小草月 今天要跟各位講解的角色是錦 其實錦在S3的改動來講並沒有受到特別多的BUFF 最主要能夠再次強勢起來的原因是 防禦塔以及整個遊戲的節奏往中後期拖 這樣的一個情況對於錦來講是非常樂見的 比起以往來講在前期這種打野刺客角或者是鬥士角能夠輕鬆帶動風向的這種節奏 是因為防禦塔改強的關係 變成說節奏比較容易拖到中後期 那等到錦的裝備成型之後 對於前排鬥士的這個殺傷力來講就非常的大了 那遊戲一開始的時候我對上的 對手是史蘭茲 史蘭茲在打線來講是完全打冰錦的 可以一直不停的利用這個E技能去做一個消血 那在這裡我們的 人魚是有帶制裁的 這裡先搶到這條金線規 那持續的在線上對對手做消耗 由於我一開始是將對方的史蘭茲 打殘了 所以他現在是比較難受 我們就可以不停的在線上壓制 但是要記得 這個壓制不是你無腦一直往前滾去壓制 你必須要算到對方的打野的一個時間 那這時候看到對方的納克羅茲在下半部 是可以持續的在線上做壓制 但是我們的中路比較不幸 這也是被拿到手殺了 那持續的帶衝兵線 穩定的發育是井最重要的一個工作 在前期急著打出優勢的話 是很容易導致自己被抓掉的 那這時候對方打野不見了 看到對方在下路 那我們就持續在線上做壓制 你一定要確認到對方的打野位置 或者是你的隊友能夠及時支援 你才能去做壓制 不然的話你是很容易被對方 gain死了 那在這裡可以看到 不停的往前凶 那魔力的話要自己去掌握 如果你害怕自己沒魔的話 你可以在前面先補兩個 這個回魔吊墜 那我個人習慣是不會去補的 因為我自己喜歡 越早出來 第一件裝備聖劍是最好的 那在裝備的部分選擇的話 我還是習慣用以往的這個聖劍 加上 巨風雙刀的這個套路喔 那現在其實有很多種出裝方式 甚至是像是鋼鐵長槍 搭配 破燈戰矛的一個裝備方式 但是我覺得這樣的一個出裝來講 你在平局 或者是劣勢的時候 你會更拖到自己的 一個裝備成型事件 那你在沒有暴擊的情況下 儘管說穿透的效果再好 你的傷害也是打不太出來的喔 那我選擇的是 聖劍 巨風雙刀 那 補上的是有防禦能力的這個死神 再加上 這個破燈戰矛 之後最後一件裝備 雖然說畫面上是全能武器 但是 實際上你可以出 天叢雲 你可以出 巨魂刀 你也可以出 這個全能武器喔 就你看 這一個情況去做決定 那在奧義的部分的話 我會選擇帶暴怒 然後奪萃五個 經濟五個 加上龍爪 有個人是比較習慣在前期還是有這個吸血能力的喔 那在這裡的話 剛剛是上半部發生一波會戰 呃 所有人都聚在上半部的一個關係 所以這裡打得特別保守一點 但是對方的塔已經被我們耗掉非常多的一個血量了 在一波我們應該就可以 將這個塔給點掉 那這裡是錦應該是手比較長的優勢 但是這裡如果將他點掉其實有點危險 那我選擇是硬點喔 覺得是有點風險的 那點掉之後看到小地圖是納克加上機量都上來 那我覺得這裡是有機會活不下來的喔 那我覺得運氣比較好一點 納克的這個挑飛位置是 空掉了 他 挑飛的是我瞬移前的位置 如果他預判到我有瞬移的話 我基本上是一定死的喔 所以我後來覺得這個塔 應該是不能點的 因為死掉的話很虧 死掉的話魔龍基本上是一定掉 那持續的回到現場做發育 就當作剛是運氣好能夠存活下來 那來這邊看一下魔龍還沒有被開起來 但是我們的中路被抓到了 那這條魔龍就 要打一個防守 對方是直接開啟 那這邊先消耗一下對方的血量 那這裡丟一個緩速喔 先往後拉 那這時候看到魔龍血量有點低 我們是直接往前 那 我們的人魚是有制裁的 那先選擇將 魔龍給搶下來 這波會戰算是一個比較好的結果 畢竟是劣勢房 那雖然說我們甲蟲死掉了 但是在劣勢的時候換到一條魔龍 算是蠻賺的喔 那這裡可以持續往前點 在聖劍出來之後 暴擊的機率來講提升很多 傷害就非常的可觀喔 那但是在整體來說的話 這一場還算是 一個劣勢 一點點劣勢的情況 所以我們還是要盡可能的 穩定自己的發育 將節奏拖到中後期 我跟普雷塔的傷害會漸漸成型 那納克羅斯的威脅就沒有這麼大 那我們的甲蟲也是 往中後期拖來講的話 會 比納克羅斯再好那麼一點點 那這裡中路打起來之後 我是回家沒有辦法幫到我們中路 中路又掛了 好可憐喔 那先整理兵線喔 在劣勢的時候 不要急著去做太多的 一個激進的動作 你就是想辦法先守住自己的防禦塔 現在的塔來講已經好守很多 因為對方的人 不太能夠強行塔殺 塔的攻速太快了 那等到我們有兩件裝到三件裝的時候 就是我們一個最強的時間點 在這裡持續守塔 我是吃到了 閃字的意見 我暈超久的 那我們的 魚人開大之後是瞬間 將對方的 魚人暈在地上喔 那連大絕開不出來 瞬間秒殺 那這波會戰就等於贏了喔 因為對方的坦克是連大絕都沒開出來 就死了 那抓到對方的金納是 直接帶走 那對方的那個是想要救 那這裡一個瞬移 配上的普攻 是運氣蠻好的暴擊 如果沒暴擊的話 就不會殺掉這個納克羅斯喔 那由於我們打贏這波會戰 我們這裡是可以拿到一個塔加上一個魔龍的 那我們就漸漸將我們的烈士完全打回來了 那對方的閃字來講 裝備是沒有成型 不太痛喔 這裡 普惠塔是將他炸出來之後 直接帶走 多拿到一個人頭 那個塔其實他們不能守的 因為 普惠塔加上我的 一個狀態來講 都還算蠻好的 所以那個塔 我們是 一定會拿到守 如果他要 他要守的話 就有可能死掉 那這裡先 持續的往 下半步 我靠 古龍已經重生了 那蹲一下看到對方納克羅斯在下面 我想要去救這個塔拉喔 不過沒有救到 那古龍吃完之後 我看到下半步的塔 已經殘血了 但是 我覺得對方納克羅斯在蹲我 對 這裡算是我被 一個智商壓制喔 納克羅斯玩得很好 他知道 我有可能 直接去 點那個塔 那 第一時間站在那裡 等待我過去了 那這裡算是我一個比較大的 在這裡死掉的話 要等到 非常久的一個重生時間 那這裡納克羅斯也是想要硬點塔 但是我們的甲蟲第一時間即時之願 是抓掉對方納克羅斯喔 但我們的下塔也是掉了 那變成說如果我沒有死掉的話 這個塔就不會掉 所以整體來說還是 算在我那一個 算是 判斷錯誤的一個情況下 想要去點那個塔 反而送掉了更多東西喔 那如果你在遊戲中期的時候 發生這樣的事物 一到兩次的話 你很有可能就 讓整個團隊陷入非常大的 劣勢 那這裡抓到對方的 這個漁人 開啟大絕之後 這個傷害就直接補足 對方悟空跟漁人都死掉的情況下 我們再拿到一條魔龍 那我們裝備已經漸漸成型喔 現在已經來到兩件裝備了 對方納克羅斯一個進場 直接一個暴擊 納克羅斯跑掉了 哇 真的是很難抓 所以在前期盡量的 不要讓納克羅斯拿到太多的優勢 將整個節奏往中後期拖之後 納克羅斯的進場 你就可以瞬間 將他融化掉 那這裡悟空是 將傷害交到了 那個漁人身上之後 他自己就活不下來了 來持續的 趕快將這個塔給推掉 這時候的這個補兵 補兵推塔的功能就很重要 可以看到我是直接點選這個 點塔的功能 那對方的 這個漁人擋在前面 那如果你沒有開啟這個功能 你就會不停的將傷害 設在那個漁人上面 那你就拿不到這個塔了 所以建議各位射手的玩家 一定要將這個補兵推塔的功能 打開 你在關鍵時刻你才能夠 將這個塔給點掉 那點塔其實算是射手的 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那在這裡等待一下 隊友的一個到來 不要太急的往前壓 要等待兵線清理進去之後 我們才能持續的壓塔 我們有著塔拉的一個邊線分推 算是這場陣容 蠻完整的一個搭配 那邊線的塔拉還在 帶送兵線 我們就不要往前壓 如果被對方的 納克羅斯或是悟空 開到一個會戰的話 我們會非常的危險 這也是一個暴擊 打在死人之身上 傷害已經完全出來了喔 欸 塔拉怎麼來中路了 其實塔拉這時候在下面會更好一點 他可以持續給壓力喔 我們中路就四個人 有著 魚人的保護來講 就 非常的安全了 那在這裡下半步 打起來了 第一時間往前靠近做支援 但是撞到對方的射手 那由於裝備比較好的關係 這也是沒有懸念 加拿給殺掉了 那死神出來之後 在對方切後排的時候 像是悟空 像是納克 我就有一個 很好的機會能夠生存 再加上他有一個吸血效果 算是整套裝備裡面 第一件的吸血裝 那這裡推完塔之後是 打得比較保守 先是吃魔龍 因為畢竟我們已經沒有 兵線上的一個小兵了 沒有小兵點塔來講 非常的困難 那魔龍吃完之後 是選擇往前開戰 我們的裝備已經非常優勢了 這裡抓到對方的納克羅斯 是一個大絕 不過這大絕應該是空掉了喔 那一樣持續帶送兵線 現在的井 點塔非常的快速喔 一樣點選這個推塔的功能 這個魚人在送血喔 魚人這樣送血來講 等一下我們會這樣會更好打 跟他魚人已經半血了 其實魚人沒有到 真的那麼坦 在這個劣勢的時間點來講 那這裡順利的 將他點掉之後 持續的到中路 對方納克強行進場 這時候納克羅斯的傷害就不夠囉 一個大絕 喔很可惜沒收掉 但是對 我們的隊友是全部衝進去喔 其實我看到悟空是 直接往前要來灌我 那 地神交掉之後 我的位置有點差 那 導致說 我不太敢再打 這一波會戰 所以我只能遠遠的利用 這個 一技能的射程去做輸出喔 我怕死啊 我們推塔好不好 隊友 推塔推塔 我沒魔了沒血 趕快推塔 趕快跑啊 對我這裡隊友很想往前喔 但是如果對方納克 一次出來直接把我灌殘了 我們這裡會非常 非常危險喔 那這裡文文的 持續的 將地圖的這個經濟給農完之後 狀態好了之後再打一波 這一波就基本上沒什麼懸念喔 那先去吃我們自己家藍buff 因為甲蟲已經吃掉對方的藍了 那我這裡沒魔 我吃掉這個藍之後會比較好一點 吃完之後就可以集結做最後一波的會戰 那在前期有著非常好的發育的井 在這個時間點傷害就非常的高了 那在這裡對方的納克蘆斯想要選擇強行開戰喔 因為我們的兵線推進去之後他們就沒有任何的機會了 那這裡是直接一發暴擊打在 金納身上秒殺了 那這時候觸發了死神喔 這個死神就非常的關鍵喔 因為死神的關係我沒有倒下來 那這波會戰打贏之後 就直接可以結束遊戲了 那這時候對方也是選擇果斷投降 但是我覺得 這一場其實對方算也打得蠻好的 在最後一波會戰 他們知道 如果將兵線推進去之後 他們完全沒有任何機會 選擇來 呃 第一時間外面來開一波團戰 那金納 比較可惜的是兩發暴擊就被秒殺掉了 所以他們這波團戰比較難打 那今天 這一場就是 我對 警這隻角色在S3的解說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不要忘記幫我點個喜歡 同時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並點選 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開啟影片通知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見囉 掰掰